好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是迎自一篇文章出來 就是今天爆出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的這個駐美代表 你知道跟美格的關係是非常重要 駐美代表處竟然纏出 這個副組長這個位階不低的人 竟然對下屬做一個性騷擾 而當時的這個就是駐美代表 不是別人 就是金普聰 那麼金普聰他曾經說過 不入府不入閣 在2008年的時候 但是2013年他說 那是2008年講的 2012沒有說了 所以他就去不但這個入府 而且入閣就擔任了這個駐美代表 他自稱他說 因為他以前在這個國民黨裡面 擔任過這個外交 外交的這個中美關係 就是有做這個美國溝通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 他當副市長的時候 有沒有擔任這個信品委員會的 這個召集 副召集人 那信品委員會教你什麼事情 你是副召集人 你是副委員 你是這個大人物 這應該瞭解信品怎麼走了 怎麼可以這個員工 只是員工性騷擾 這個媒體說在辦公室 你竟然只是說要去道歉就好了 這樣的事情 我們民眾可以忍受嗎 你一個一年領的 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有六百萬的薪水吧 做美國的外交官 那麼下屬做這種事情 難道你沒有任何的反應 只是叫他道歉嗎 好 事情病了 好了 你是在乎臺灣 不在乎美國關係嗎 好 這問題我們等我一來討論 可是我回到這個焦點來看 沒錯 我還是要問一件事情 這是中研院士 他也要準備接任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資安的問題 他說美國的資安工作 在美國是這個國土安全部統籌處理的 以確保社會安定 與這個國家安全 但在臺灣的資安卻受到長期的忽視 政府對於資安的敏感度不高 不符合國家安全的基本需求 在資安人力跟投入過少的情況之下 即使有眾多資安事件發生 執政者卻無管 我們要說一下執政者指的是現在的馬政權 令人感到他非常憂心跟失望 這個人叫中研院越士李德財 就在馬英九發布說 你別在這個地方小氣 讓終生大寶的時候 他卻說了一個資安的問題 我問一下 司剛 難道馬總統或者你們國民黨 一直這麼認為說 終生大寶有這麼重要 即便甘比亞跟中國建交 沒關係 那個飛機有沒有快飛到那個懸崖 沒關係 只要終生大寶 就是你們國民黨跟馬英九政策 入生大寶的問題 其實我不太理解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吵這麼久 我們其實很多人的觀點 就是你把入生大寶跟其他的外籍的學生 等同一致的標準 我覺得就好啦 那為什麼要給他特別的多或特別的少呢 你說特別多 其實當然引起很多國內的討論 其實很不值得 那你說特別少 那你覺得你好像就是歧視入生 所以我一直不太懂 為什麼這樣陸委會 還有教育部相關單位 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很容易達成一致的看法的時候 不去這樣做 然後讓這個議題吵了兩三年 然後也沒有結果 然後變成說每一次話題 就拿這個說 你去馬英九親中 我覺得這有點划不來 那第二個 如果說昨天 所以你認為說 甘比亞跟中國斷交 這件事情不重要 他的飛機在這個 我還沒講完 在拉丁美洲快掉到懸崖 這件事情不重要 我沒有講完 就是甘比亞的事情 如果今天 昨天馬英九 在講完這個入生大寶的時候 在講說 台灣不要那麼大器 不要那麼小器 要大器 他應該帶一句說 北京也別那麼小器 不要老在甘比亞 這種小國家上面動手腳 我相信今天完全 大家對他就改觀了 或者他應該這麼說 反正臺灣大器點 這個多少國家 要跟中國建交 就建交也沒關係 但外交修兵 就等於外交修客 也這麼說 我覺得外交修兵 跟外交修客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覺得不必拿這個修客的事情 去嘲笑馬英九 因為我覺得像 嘲笑 對啊 我認為像外交 外交修客是嘲笑 我覺得是嘲笑 你說外交修 跟那個兩岸 我覺得是藍綠 是政府之間一點 一屆一屆 兩個相互累積起來的 你說我覺得 蔡英文對甘比亞 這態度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蔡英文講說 最好這不是針對新政府 OK 那蔡英文講說 這個有關外交事情 是應該共同努力 國人共同努力 因為這個北京 就要去跟這個台 要去跟臺灣 去切斷一些外交關係 他不會看說 你竟然是執政的是藍或綠 他也許有一點關係 但他有這個政治需要 他就把他拿走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在這個此刻 我覺得像一些馬英九 馬總統 或是現在集結線的 這些外交國安官員 其實在心態上 應該是說 我怎麼樣把這種外交政策 把接續下來 然後把一個好的環境 接續給蔡英文 蔡總統 那也不 蔡英文跟相關人 也不必旁邊冷言冷語 因為520就要看你們表現了 OK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覺得陸生納保 如果是站在一個全部人權的角度 那外籍生怎麼做 陸生就怎麼做 第二個我覺得外交問題是 要超越藍綠 好 所以看起來馬總統 似乎對於甘比亞跟中國斷交的說法 是臺灣大氣點 沒關係啦 那就像跟陸生納保一樣 或者中生納保 可是裡面有關鍵點 你知道現在陸生 中生你知道多少人數了嗎 已經超過4.5萬人 按照馬英九的說法來看的話 恐怕人數會持續增加 會是所有外僑當中領臺灣健保最多 他不是健保有問題嗎 這個我要問一下傅君 你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今天在報紙上有說 陸生納保 臺灣不要小氣 我呼籲一下剛剛施剛 所講的問題 我不曉得為什麼馬英九 總統在現在的這個節骨眼上 要特別 我們已經在外交政策上 已經被我們甘比亞 已經被跟中國建交了 那我們已經失去了一個國家 那為什麼在這個節骨眼上 那馬英九總統又特別要強盜 要把這個陸生納入健保 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適合 那為什麼我們一再 要用我們的冷 我們的這個熱屁股 去添加冷屁股 這個我覺得 我心中一個很大的詞意 那我呼籲馬英九總統 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心思 放在更多的這個清年的政策上 包括我們有很多的 青年的創業的貸款上 或是青年 我們的那個成家的這個方案上 都是很好的一些青年 我呼籲馬英九總統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心思 放在更多的這個青年的 年輕人的這個政策上 以我年輕人的這個世代 來呼籲我們馬英九總統 而且我送馬英九總統幾個字 一廂情願自以為是適可而止 在此呼籲馬英九總統 千萬要把你心思放在外交政策上 而且資安又是一個這麼重要的環節 那您又特別的在重重到覆測 在提這個我們怒聲納保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的不妥當 好 我們都會接聽觀眾的電話 中甘建交 馬英九不抗議 反而這個急催終身納保 民眾能夠接受嗎 那今天這個資安會正好正式成立 可是負責資安的人卻說 馬政府你真的一點都不在乎資安 那麼我要都有聽觀眾的想法 到底是我們年輕人親貧族 這問題比較重要呢 還是這個終身納保這件事情 你覺得比較重要 還是乾比他跟中國建交算了 沒關係 我們先進一個廣告